吉安湘農会在五谷宫举办了今年度的农民节表彰 将大会表扬了优秀农民 县长徐建卫特别到场肯定农民们的辛劳和付出 希望花莲上下一心喊话中央 要求给花莲一条安全的交通连外道路 让农民的生计得到保障 为了持续辅导优秀农民生产优秀农产品 及提升农业附加价值 吉安湘農会14号在五谷宫举办了农民节表彰大会 希望透过活动办理公开表扬 及由农民及蔬菜共同运销楷模 而在四月份强政过后 农产品运输和销售受到重大影响 县府也为受灾农民提供支持与鼓励 常说没有交通就没有产业 没有交通就没有安全的生命 没有交通没有经济 没有交通没有生计 对不对 我们现在吉安农会花莲县所有的农友 都会遇到了这个问题 我们现在无论是从北或从南 夜里夜间的从六点以后七点以后 其实梳花就是不能通行的 对于我们要运到西部是相当辛苦的 所以刚才昆琪委员讲 本来是水水的高牛运到那里 都已经人老珠广 都已经变成卖相不好 这影响到我们的收入还有比资 所以这个是我们交通是花莲的命脉 否则我们永远是孤岛效应 活动中县长徐政卫则到场肯定农民们的辛劳与付出 希望花莲上下一心 喊话中央要求给花莲一条安全的交通连外道路 才能让农民生计得到保障 另外也希望凝聚吉安乡更多力量 促进AI智能农业与省工机械现代化更作 让农业持续发展 也让更多年轻人看到希望与前景 一起加入农业行列 记者徐立琴华联士报导 记者徐立琴吉安乡报导